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wa s-salamu wa Rasulillah, I'm going to talk to Allah about Sujouda As-sahu. I'm going to talk to Allah about Sujouda As-sahu. I'm going to talk to Allah about Sujouda As-sahu. I'm going to talk to Allah about Sujouda As-sahu. 如果你多离了拜公 是由于遗忘 比如在中午拜时离了四拜之后 四拜之后离了第五拜 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他在第五拜的时候 多离的时候想起来了 必须要回到正确的 必须要回到正确的礼拜方式 之后要扣两扣头 因为遗忘扣两扣头 第二项 第二项我们要讲解一下 由于在礼拜当中缺少了一些事项 如果我们在拜公当中缺少了礼拜的要素 那么拜公是不成立的 如果在拜公当中 遗忘了一些 就是我们当通常所说的主命的一些 并不是我们说的要素 要素是必须要完全做到的 如果缺失了 那么我们要扣不扣一望的两扣头 第三方面是在拜公当中出现了怀疑 有一个原则 所有的怀疑在工修完成以后就不要怀疑了 比如我们现在我们礼完了普礼的拜公 如果在礼元拜以后了 我们又怀疑了 比如某一半第二拜 是不是念了法庭 是不是念了开端章呢 拜公已经完了 结束了 我们在这种已经结束的时候 不可能不能够再回去了 再回去重礼了 那么这个做小径 做完小径以后 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摸头了 一旦你已经工修已经做完了 洗完小径了 你又怀疑 那么是那是不允许的 那是有罪过的 一个人入拜念阿拉阿克巴 然后恶魔来教唆你 你是不是做好小径了 一旦你念入拜的阿拉阿克巴 所有的其他的想法都不要有了 不要受恶魔的教唆 不要怀疑这怀疑呢 一旦例行了拜公的时候 要消除所有的怀疑 如果怀疑是在拜公之内的出现 如果一个人在拜公当中很少出现 很少出现怀疑的情况 如果出现了他应该建立自己的 也给你 坚心 如果一个人经常出现怀疑的状况 他应该抛弃自己的怀疑 这就是一个经常怀疑的人和一个很少怀疑人 他们在出现怀疑时候的区别 你觉得这个词是在前面或是在前面 因为这个遗忘而扣两口头 有在初拜的Salam之前扣 还有在出Salam之后扣 你凭复 然后再念阿拉OKΠ 然后扣头 然后你凑复 وهجلس 然后念阿拉OKΠ 然后做好 然后再念阿拉OKΠ 再扣头 然后再念阿拉OKΠ 再扣头 然后再念阿拉OKΠ 然后再扣 والسلم 念 الله أكبر 然后口头 يقول سبحانه ربي الأعلى 可以念 应当念 سبحانه ربي الأعلى يكبر ويجلس يقول ربي أغفر لي 口头做起来的时候 念 الله أكبر 念 ربي أغفر لي يكبر ويسجد يقول سبحانه ربي الأعلى 然后念 الله أكبر 口头念 سبحانه ربي الأعلى ثم يكبر ويجلس ويسلم مباشرة لا يقول شيء 然后念 الله أكبر 做好 然后直接出拜 念 سبحانه ربي الأعلى والله أعلم الله أعلم